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全球都还受疫情所苦 希望这个瘟疫能够赶快过去 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这个年代已经讲到 但是股市看起来 反而有很多的股 能够都屡屡创新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财经的角度来讲的话 送走了这一年 明年你的财运又会是怎么样呢 讲健康 讲财运 讲到所有这些 那今天在节目线 我已经邀请到很多特别来宾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回顾过去这一年 很幸运的我们大家安然地度过 OK 但更重要的点是 在未来的薪酬这一年 你能够怎么样 不管在财运 健康 家庭各方面 都能够好好的顺顺利益的 来 欢迎现场所有来宾 针对今天 金牛年开运排行 你上榜了吗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友 医药记者 冯素卿 加一科医师 姚伟明 财经专家 卢彦礼 命理专家 小孟老师 以及星座专家 爱丽丝 素卿 虽然很不想回顾根子 但是 根子这一年真的很惨吧 你说光一个疫情就把它 大家搞得真的七婚八素的啊 钢子年就是被COVID-19偷走的一年了 这一年来累积居然有超过 9000万人感染 而且已经死亡超过200万人 你会发现不管是后来在中东地区 还是后来在南非地区 在巴西地区 你会发现大规模的染疫到 连棺材都不够用 你很难相信在美国这样的地区 在纽约 你会看到他们的冷冻车是拿来放尸体的 你想过这件事吗 所以庚子年这个COVID-19 我真的觉得他还是要严正以待 因为2021他还不会离开 我们必须对付他 而且我觉得2020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 大家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一年 很多我们想象中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意外 都意外都发生了 一开始是很多篮球迷都会在想 COVID 就是不过要陪女儿去哪个篮球 坐上一个私人直升机 他就坠机 然后国外有直升机事故 台湾也有 总长 对 总长搭着我们的黑鹰直升机 也是一样明明就好好的就去撞山了 我觉得开年那时候最意外是刘正 去换个心脏半膜 结果就没有再回来了 然后后来的我们觉得 李总统本来都觉得说他好厉害 他也熬过了大肠癌 熬过了什么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嗆壳住院 拖那么久还是没有撑过这一年 然后最令人意外是后来的小鬼 突然间爸爸去敲门怎么没开门 后来去发现已经躺在浴室里面死掉 结果是主动卖玻璃 所以我觉得庚子年真的 真的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年 2020赶快退散 2020终于要送走了好不好 因为在庚子的过程 你知道庚子当然60年一次庚子 你要回头去看每一次的庚子 大概要不就是兵荒马乱的 要不就像今年当然 那所有的疫情是全球都不知道 怎么会在这时候碰到这些 而且姚卉士 你说我们其实本土病例已经守了非常久 但是大概在1月份开始 然后出现所谓的本土病例 这些的变化 对这些的变化 对我们大家来讲的话 等于因为我们一直被国外圣战说 我们这次疫情我们是个平行时空 说实话 我们真的跟国外是个平行时空 但等到出现本土病例以后 就从那个布陶开始 陶渊医院开始 大家才真的开始再上井发调 当初在开始疫情的时候 就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说 你怎么看这个疫情 我说这个就像海浪一样 它会大波小波的不断的来 海浪是不可能消失的 但是我们的防波体可以做好一点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个病毒它虽然会变 但是好在我们台湾民众团队的力量还不错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 对于从SARS到现在 对很多公共卫生跟防疫的概念 都非常的深植人形 所以不要忽略了 我们最佳的防疫者 不仅仅是医疗团队 而且是我们的民众 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 虽然病毒会变 但是我们的防疫方式也可以变 来因应它 可是说实话 姚思我看到网路上 有时候有一些的报道 譬如到餐厅去 然后有餐厅 或听到医护 然后讲说要不要外带 要不要什么什么这些 就是对医护来讲 你会有心酸 说实话 那个某种程度是另外一种变相的歧视 你们有感受过像这样子吗 我有听过同侪之间有人抱怨 其实医生面对这个新的病毒 他本身就有专业上的压力 因为你不了解他是什么样情况 再来就是心理上会有压力 比如说我面对的病人 我今天进到诊所或是医疗单位里面 我到底服务哪一些病人是有危险的 今天会不会影响到我 我要不要回家 要不要清洗干净 不要带病毒回家 甚至有的同侪告诉我 在去年一月份他说 我干脆休假三个月 就停诊好了 因为我也不晓得 我会面对到什么 那社会之间会不会给 这个医护 这个工作者一些压力 其实是会有的 比如说就有一个个案 他就比如说 他是在医院里面 他是做一个好像顾问性质 他是服务的一个顾问 他的业务客户就是医院 结果后来他回到公共场所 他坐电梯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问他说 你今天去哪里 我去医院 你去医院干嘛 我是为了工作 就电梯一按开门以后 大家都不说你先请 就让他先坐电梯单独坐 就是不愿意进去 跟他在一个电梯 跟他同一个电梯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怎么那么特别 好心酸喔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 那你说吃饭的情况也有可能 今天如果说不小心 你那个工作证 或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显露出来 你是这个附近的医院的医师 那你最近有在看诊嘛 最好保持一下社交距离 本来大家都要保持社交距离 可是他要求你要特别一点 所以事实上我们觉得说 社会的压力可能因为恐惧 或者是没有办法认知的很正确 就会对医护人员 不管在时宜住行或生活交通上 就会形成一种压力 再次还是要提醒大家 所有的观众朋友 就是当人家在帮我们大家 打仗的时候 这种状况真的不应该出现 而且我知道有一些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包括我去照顾那些病人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地方 中间场所 对对就等于是我中间休息的场所 不要让我直接回家 因为回家 各位你只要曾经经历过 SARS那一段的时候 我记得因为SARS那段期间 我们做政论节目 你知道政论节目是不能休息嘛 你每天都一样 一样要Live 而且那时候Live的时候 那个压力好大 在现场只要有一个人 稍微清一下喉咙 所有人大概都想要往门外跑 SARS那时候真的是这样 然后就后来等到回家以后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每天要回家的时候 就在门外 就想那衣服是不是全部都换掉吧 你也不能在门外脱 全部脱掉 但你能把外套都脱了 然后回去以后 就小孩都离你先远远的 你就先到那个浴室去 先洗澡 然后把所有衣服都挂在 那个通风的地方 那个时候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医护 大概现在心理压力也是这样嘛 所以才会听到最近有很多声音是说 我就算愿意去照顾 你也给我一个中间休息的场合 就不要让我直接回家就要面对这些事情嘛 对啊 就像最后我们最近的这个案例一样 结果发现自己的先生跟自己的小孩都忍 没有人希望要这样 因为他们应该他们也想保护他们家人 所以可是最近有一个案例更特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是说本来那个女生呢 她是北上来就业 然后因为北上来就业 所以就住男朋友的家里 那她就是在医院工作 然后最近这个医院的院内感染事情爆发之后 那个她男友的家里呢 就帮她把行李打包好 把她打包好 就把她扫地出门 叫她另外找地方住 我跟你讲 这是好事喔 还好没嫁进去 对啊 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 如果你嫁进去的话 你会很惨 对 有时候连自己的人都这样 我认识一个医生很可爱 因为他当年也是经历过SARS 我们上次的时候记者也都不能回办公室嘛 有些人都住旅馆嘛 然后事情发生之后 是他妈妈 是医生自己的母亲说 你知道我好不容易有一个金孙 因为他小孩刚生没有很久 你还是尽量不要回家好了 有了孙不要儿了喔 我帮你在外面租一个房子 OK 所以你想看 连家里人都知道说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就是他们不能选择 所以他应该给他们更大的支持 不过不管怎么讲 这是靠大家统计前例 度过当时的SARS 我相信这一次 像刚姚医师讲的 那有这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我们应该也能够安然度过 可是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 燕莉 你说实话 你每次会觉得说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疫情开始的时候 一片一片惨状 因为你想想看 全球都封城那个样子 当你封城那样 怎么会有什么经济活动 所以不管是股市 生活经济活动都非常惨 但台股 台股到了去年开始 大概年中开始 你会突然发现 台股跟全世界 怎么搞得我们的股市 好成这个样子 尤其台积电 对 应该这么说 其实去年发生疫情之后 台股确实是有跟美股一样 是往下掉的 对 因为那次呢 就是美股就垄断 再垄断 疫情实在是太严重 那台股呢 也因此从一万多点 是一口气跌到了8500 那我印象也很深刻 8500的时候 其实很多分析师就说 因为我们有当年 这个2003年SARS的情况 大家就觉得 这次股市应该会再往下跌 就没有想到 因为美国联准会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 就是QE无上限 简单来说就是印钞票 对对对 那也简单来说 2008年金融海上那一次呢 印钞票是印了3兆美元 那目前为止 美国联准会印的钞票 发出去的是4兆美元 而且重点是 持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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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台股长成这样 就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 那外资非常认同台湾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全世界都在降息 利率非常的低 美国现在是零利率 台湾呢定存利率是0.7% 如果今天有一档股票 我不确定它到底可以涨多少 可它配起来可以配个4%到6% 大家买不买 所以这就造成了 就是造成了 为什么股市这么这么的疯狂 大家现在都知道 台湾有一座护国神山 对 就是台积电嘛 对不对 台积电大概已经撞到 对我真不想聊台积电 因为人家跟我讲的 因为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是200多 是 它现在大概有600多吧 现在有600多 因为我们露营当下 早盘是涨到650块 又创历史新高 来我们跳过去 不要聊这件事 我也觉得不要聊这件事 比较好 不要伤感情 可是我说实话 现在来讲的话 台积电是大家的护国神山 大家讲 它不只是在经济上面 叫护国神山 甚至对台湾的 包括你说国防 大家会讲说 老共不敢动台湾某种程度 因为我们有个护国神山 全世界 如果万一台积电有什么状况 全世界大概都不要动了 就是手机不要动 你所有的 美国的包括F35 大概也不要飞 所以我们只要有它 基本上就比较安心 所以台积电 这个对大家来讲 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简单来说 这个根据台大 某位教授的研究 台积电至少还有 两年以上的竞争的优势 因为这个自成眼镜的关系 对外资来说 很单纯的一个逻辑 如果今天是外资的操盘手 我要买你们台湾的金控公司吗 为什么一定要买台湾金控公司 金融股 美国欧洲 我都有自己的大型银行 我当然要买 我们国家没有的产业 台积电又是全世界 第一个地位 所以我想对外资来说 他们还是非常看好 台积电的一个地位 那我再花短短的 一两分钟时间讲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就是其实一方面 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台湾的全职股 有几家大型的电子公司 那2021我也很看好 但他们在去年的下半年 就起涨 可是比较妙的是 自家的员工 可能对公司 不是很有信心 属老鼠的一个老妇人 跟家人一起去爬一座山 爬一爬人不见了 后来他们就来找我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帮他 就说他可能是被那种 无形的牵走 我就算你来拿鞭炮 来敲锣打鼓 去山上去用一下 真的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富人 在另外做散 然后嘴巴都 一方面除了台积电之外呢 台湾的全职股 有几家大型的电子公司 那2021我也很看好 但他们在去年的下半年 就起涨了 可是比较妙的是 自家的员工 可能对公司 不是很有信心 开除他 好多喔 小五哥 真的 我讲其中一个例子 是我好朋友的 真实的故事 他因为呢 他在前年开始 看到金融股 前年喔 金融股表现还不错 他就决定要开始 纯金融股 因为现在纯金融股 变成一个显学 那就包括他自己 然后他老婆 然后他们全家 喀叭叭 加起来 他买了一千万的金融股 然后大家知道 因为去年全世界的央行都在降息 对 所以就影响到台湾金融股的获利 那他买的那一档金融股呢 年初买到去年年底 大概跌了两成多 那他在的那一家公司 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们公司有挂牌 你们公司业绩很好 你怎么不会买 你们这家公司的股票 我说燕妮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主管 我不是大老板 而且他对公司缺乏信心 反而是他们公司的股价 去年从低点到年底涨了六成 所以我帮他算了一下 他如果把那一千万 拿去买自家公司的股票 这样来来回回差了八百万 所以他一直怨叹到现在 他希望他今牛年可以 时来运转 这样的员工应该开除 对公司一点迄金都没有 那当然这个就是这样 你在这家公司 那你自己看好自己的前景 当然怎么样 你说去年庚子 今年大家在讲说 希望时来运转 希望牛转乾坤 很多都希望这个样子 我讲小范老师 所以去年的庚子 去年的庚子是 光看运势各方面来讲 就知道去年会不好吗 来年真的一看就觉得很棒吗 对 没有错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五哥其实不瞒你说 我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对 你最好讲清楚为什么 你要讲清楚为什么 没有 我跟你讲台积电可以告你 不是 因为为什么 我一直就是 我就是在帮助台湾 有没有 一直分析 你看我每次到过年 我就开始来分析说 每一年我们的运势要怎么走 所以我在2020 就有提醒大家说 因为2加0加2加0 有没有 对 等于4 对不对 4就是10的意思 就是不太好的数字 但是2021 2加0加2加1是5 反而就是会起死回生 因为我们庚子联来看的话 因为庚在五行里面来说的话 对 它是属于阳金 那子就是我们的阳水 所以金水本来是相生的 但是以中国古代来看的话 对 就是 为什么每次到了庚子联 都是会风雨交加呢 来自于是说 因为以前在古代有没有 我们练剑 就是制剑 都是用金或用铜 所以代表是说 有那种短兵交剑 或者是说有一点就是会战争 再加上水 也就是庚子联的水 就是属于风雨之势 所以两个拼凑起来 就变成是说风雨交加 再加上说 会有很多的战争 都会在那一年发生 因为这个是庚子的土 土代表是金融 所以容易会有像这种 金融方面的危机 水就代表传播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 这些防疫上的漏洞 但是在2020 我就跟很多观众朋友说 属老鼠的你要小心 因为不可以远行 还有那个属马的会破彩 属鸡的会有小人 我有一个案例就是 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属老鼠的 一个老妇人 我跟他讲说 你千万不要去爬山 不要去搬迁 他就是跟家人一起去 戏子爬一座山 爬一爬人不见了 就是小孩子也一起跟着他去 而且好几天 这是弃养的案例吗 不是 不是弃养 然后他们就来找我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真的不见了 消失未无踪 而且只是两个人一起去爬山 怎么会突然之间 而且短短十分钟而已 对 然后后来我就帮他翻牌 然后又帮他去 大概用算盘算了一下 就说他可能是被那种 无形的牵走了 无形啊 对… 因为他们也是有找搜救队 有报警 都没有找到 我就说你拿鞭炮 敲锣打鼓 去山上去用一下 真的 果子他们这样子持续做了两天 就发现了这个妇人在另外坐山 而且他坐在一个树下 然后嘴巴都吃得土还有草 家人叫醒他的时候会说 其实我只是在一个 一个房子里面在吃 人家给我的食物 因为他说他跟他分开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长得还蛮漂亮的 他一直跟他招手说 我那边前面有一个屋子 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好吃的 你要不要进来吃一下 他就跟着他走了 对 后来那个老妇人 因为体力不支 而且短短的时间 就是几天 从这桌山跑到那边桌山 可是那个妇人说 他这个过程 只有经历一个小时而已 后来送到山下的时候 他去住院晚上 他一直做梦 后来就是有请老师去处理 就这个过程就好了 所以你要说也不能不信说 你要说犯太岁的时候 还是不要去爬山 也不要去海边 OK 但这跟你护国神山有事 对 你不是有提醒他不要去爬山 我都说我都不要去爬山 是是是 护国神山 我以为你是说 你一直在发工 一直在发工 然后让那个台风 什么不要来之类 那是玉山的时候 是这样子 OK 艾斯 先讲好 好 你不要说你也是护国神山 没 但是星座的角度来看 跟庚子年 为什么会这样 好 那其实2020 除了庚子年以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象 就是我们的 木星 土星 明王星 都是在摩羯座 所以珠星的这个星群 都是在摩羯座 代表我们的世界秩序 会重新分配 对 然后整个的社会的结构 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而且我们也有逆行 而且像火星在牡羊座 已经长达六个月 直到今年2021年的1月 我们才正式恢复顺行 所以有非常多的 譬如说异军突起 或者是说像传染疾病 还有我们还有三次的水逆 都是在我们的水象星座 我们现在水星逆行 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那水象星座有谁呢 譬如说上年初的时候 我们的二月到三月 是双鱼座 那可能影响了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夜历史染 很多的一些 过去的黑历史也好 或者是说经济也好 就会开始有很大的一个变动 像在我们第二次的话 是六月 七月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水星是 溺在我们的巨蟹 所以很多的渣男的 这个事件 演艺圈的这一些绯闻 我们就开始在那时候爆发了 那我刚好我也有一个个案 就是他跟他的先生 是爱情藏宝大概9年10年 然后才步入婚姻 又结婚5年 迟迟一直没有办法怀孕 他其实是为了求子来找我 算命或做这个身心理的疗愈 结果我就觉得 他这个婚姻宫 的确是真的有一些 很大的问题 但因为我一向 比较属于是属于指引的 引导的 疗愈性的 就你不会大大地跟你讲说 我比较不喜欢断生死 跟这一种比较负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你不会大大地说 他外面有人 对 我会用引导的方式 去让他去发现 就请他多多地留意一些 就是两个人相处 知道你们沟通是不是出了问题 我用这种 就像瘀瘀悔悔这样子 但是他每一次来 每三个月来一次疗程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还是觉得他怪怪的 就是希望他能够 不要再傻下去了 果然他一爆发之后 发现 根本在爱情长跑那10年 他这个男友 就已经不断地在偷吃 尤其是两个是相隔两地 去恋爱 那步入婚姻的这五年 更是吃得严重 所以 好难喔 吃到不行 而且都没有擦嘴巴 所以他后来一爆发是 他突然去他 就那一天心学来潮 可能因为他们有在投资 要做做功课这样子 就打开了电脑 无意间竟然发现说 怎么老公 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配里面 然后很多过去的那些 跟很多女生的亲密照片 他完全就大崩溃了这样子 对 是不是 是 律师讲话多直接 我就跟你讲 你早就应该直接跟他讲了 对啊 这种事情 还要等到几个月 几个月以后 不过说实话 因为庚子过去的这一年 当然你说从以前 大家讲说 每一次你只要提到庚子 大家就想到庚子全变 所有这些 一直到去年的庚子 对 庚子20终于要过去了 但是大家更希望看到 就是在未来星球的这一年 一年里面对我们大家 不管在感情 财运 健康 各方面 怎么样能够有一些的指引 我想这所有的人 大家会非常非常希望了解的 那个护国神山 是 没错 你答得好快 是 是 是 小博老师 来 可不可以用 用蒜盘帮我们谱一下 明年 做运势 好 那我们就是2加0加2加1 为什么要2加0加2加2加2 2021 对 好 那明年谱出来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年 其实呢 很多 像小五 我可你是不是觉得说 我好像随便乱谈的 是啊 不是吗 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 我刚才想说2加0加2加1 有需要播那个酒吗 对啊 对啊 我算 然后你一直播我现在讲 你真的有在播吗 对 所以你看我的那个 心电感应很强 但是我是说 不是 每一个人的表情 但是我这个表情 没有 我是很认真很认真的 我在讲 OK 2021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年 2021的股市名牌 财经专家卢彥里 2021年只会长两大族群 第一大族群就是半导体 第二大族群就是电动车 那跟这两大族群没有相关的类骨 我觉得今年会比较辛苦 不管是半导体或电动车 一定要用到的就是 半导体相关的零件 总结起来 不好意思 最大音讲 2021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年 因为刚好今年是新丑年 新在五行里面 它是属于金 那丑五行属土 土生金 所以代表是说 在今年来说的话 会有土跟金的事件比较多 比如说像金融方面 我觉得会有一些波动 就是现在我们看 不是股市还不错吗 但是以我在这个算盘来看的话 是说过完年之后 稍微略有一些小震荡 对 但是还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行星 落入的范围 都是很好的 所以就算有一些金融的风暴 来 有没有 都可以拉起来 拉起来 但是我是觉得 大概八 九月过后 要特别的小心谨慎 是 金融状况 对 金融方面的 对 这涨多一定 它会往下修正 那再来就是说 还有关于牛方面的 一定要小心 比如说像美牛 或者是说 牛奶 是不能喝吗 我以为是萊豬的问题 牛是牛 牛是什么 是 就是说 我觉得今年应该会爆发一些 有关于牛方面 牛汁 不见得是台湾 有可能是海外 对 你看像 猪年的时候 就有爆发 有没有 就是猪的瘟疫 对不对 今年就是积温 真的 很像每一年 它的生肖年都是这样 这还好龙年最好 是 因为你找不到龙温 对 恐龙是那一年大灭菌 这样吗 OK 不过牛这一年的话 就是尽量大家 如果你是属牛 不要吃牛肉 就是不要吃你那个生肖的肉 OK 但是如果不是属牛的话 可以 可以吃 那再来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觉得经济体 就是在八月过后 有没有 就虽然股票会下滑 但是我觉得失业率 慢慢的会减少 请问一下疫情跟健康的方面 尤其疫情 可以 如果说以这个来看的话 我就一起四月 你有真的在播吗 真的有在播 真的有在播 是 我如果 我是没有摄影大哥的手扒机 要不然我就爬过去 看一下你到底在播什么 来 是 我觉得四月的时候 会有一些疫苗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四五月的 这个中间春天 我觉得疫苗会慢慢缓解 对 差不多到了十月左右 有没有 我就慢慢开始了 就是说会开始慢慢解禁 但是还不会说完全 所以我是觉得整个下半年 跡象会蛮好的 刚讲到疫苗解禁 所有这些的状况 苏青现在疫苗的状况怎么样 目前大家知道已经问世了 其实至少有五种疫苗 就是包括 台湾可能会用的AZ 或者是欧美各地 现在开始施打的 辉瑞和莫德纳 然后大家当然知道 人家中国的科兴或中药也都在打 还有我们俄罗斯的斯普尼克5号也都在打 所以至少其实有五种以上的疫苗已经问世了 但问题在于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疫苗现在的施打率似乎不如预期 因为施打速度不够快 尤其在美国 送去了当地他们也没打 不知道为什么 是民众抗拒还是当地的执行率的问题 第二点就是保护率还是值得观察 因为大家有发现就是 这一波新的疫情 它是不是渐渐了它的主流病毒会改变 当主流病毒改变之后 它的保护力我们都可以持续观察 所以这是需要看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包括瑞士 包括之前的美国妇产歌医生 或包括最近的欧洲都传出说 好像有一些人在打了这个 辉瑞的疫苗之后 包括有瑞士的老年人死亡事件 死了二十几个人 那包括欧洲有些说是面瘫的 就是有一些颜面神经的病发症 所以这些病发症 我当然有些是恰巧 但是如果这些事件累积越来越多 就会影响大家的施打意愿 那即便包括英国女王 包括所有的总统彭斯 什么全部都打 我觉得还是得看民众愿不愿意买单 如果不买单的情况之下 那就可能会烧更多 刚刚讲那个大陆科兴的疫苗 不是他们上面自己有写 就有73种副作用 一个疫苗73种副作用 到底打还是不打 而且那里面写的副作用 有的感觉上 那就是跟得病 就是得病了 那个状况看起来蛮清楚的 我觉得很妙 就是像那个辉瑞跟莫德纳 大家知道就是 最新型的那种mRNA疫苗 以前都没有出现过的疫苗 那即便是AZ 它也是一款非常新的疫苗 就是用腺病毒当载 一个空的病毒 装我们这一次要的这个冠状病毒 那个相关的遗传资讯再放进去 所以它也是新的 它真正问世的疫苗 是今年7月才通过的一个 针对易波拉相关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全新的疫苗 那可是呢 中国大陆发展的疫苗 是减毒疫苗 就是我把那个病毒 稍微让它弱一点 那就打到你 所以它如果出现类似感染 我也不意外 是啊 原来也是 但是第一个当然大家都在寄望疫苗 或是你这些 但是在这个以前 第一个当然就是疫苗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以前 其实平常讲 大型的群聚 还是尽量避免 可是你看 像我们今天在聊这个的时候 我记得在 在1月下旬的那个时候 1月下旬那时候 不是当那个桃园医院的 就医院的群聚感染 这些状况 看起来大家在比较担心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 陈忠部长他们就直接讲说 所有的大型活动 因为接下来面临春节 就是有大型活动 强烈建议取消或什么 但第二天就是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叫唐吉叉叉 然后那个要开幕 你去看那个门口 排队的人潮 要移动10公尺 要花20分钟 对 你看这所有这些状况 这对我们大家来讲的话 尤其春节要到了 要怎么办 针对病毒的传染途径 你还是要严格控管 比如说我们戴口罩是 防止它空气或飞沫 但是环境的消毒跟洗手 就是接触传染 其实病毒传染到人体身上 比例最高的 还是接触这个途径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 环境的消毒 还有自己的双手 要洗干净 那我们在等新的工具 来控制疫情 就是包括疫苗 包括药物 包括新的一些 增强我们抵抗力的方式 那这些方式 其实科技也都不断的在提升 会有这些方式 会有这些工具出来 所以病毒在变化 我们防疫的能力也在变化 OK 会有办法的 OK 你知道每一次只要到了开年开春 大家都会要谷个瓜 或是希望运势上面 生肖 星座 哪一个 今年会比较好 不管是从健康 或是财富 甚或爱情的角度 来让大家知道 哪一个会比较旺 小白老师 我们如果分别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讲健康的部分 今年哪几个生肖 要特别注意健康的问题 我属龙 你属龙吗 对 小五哥 你好棒 好 OK 就录到这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今年有没有 下次还可以再来 是 为什么 你今年我给你一个评语就是 你也问 没错 就是你一个人当 可以当十个人用 我什么苦命干什么呢 也可以累通告 或者是自己 再看一个新节目 是 你叫我把制作单 我人都干掉 我自己来 我何必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做得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属龙的今年的健康运势 上面来是这样 OK 非常好 因为属龙的人在今年 虽然会稍微有一点是破胎税 所以破胎税就是说 比较容易会比较疲劳 但是因为你的工作 也是接了很多 所以这是因为工作多 然后自我要求比较高 所以所产生的一种疲劳 好想休息 好奇怪 都一直接 接不停 所以五哥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命运 OK 好 听起来 金流年对属龙的应该还不错 还不错 那健康上面哪几个生肖要特别注意 好 那有三个生肖 你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第一个是属老鼠的 观众朋友 精神欠佳 肩膀痠痛 那就是我说你本身就有一些 像那种精神上面的疾病的 比如说忧郁症 恐慌症 躁郁症 在今年你会更明显 还有有些人都是 常常就是睡眠品质不好的人 在今年属老鼠的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睡起来的时候 会容易腰痠背痛 久坐的人也要起来运动一下 那第二名就是属猴的观众朋友 眼睛疲劳亦有发胖 燕丽姐是属猴 我不是 我是属狗 下面这个 下面就换你了 眼睛疲劳是说 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滑手机 对不对 我建议就是不要一直滑手机 然后如果说想要减肥的人 在今年你会发觉 你越减越肥 所以属猴的观众朋友 都建议是说尽量多吃沙拉 或者是说多吃菜 第三名就是燕丽姐 属狗的 肠胃不顺 熬夜晚睡 那如果说燕丽姐 你要特别注意 在今年吃东西 不要吃太快 不要吃太急 有一些像什么 便利商店的食物 有没有 就是也要避免一下 是 你常吃便利商店的东西吗 不常 我只有吃饼干零食 但其他的什么饭团 现在都不太吃 很少外食 但是晚睡没办法 我都一两点 肃清也是 我也是 我也属狗 是 那没办法 因为他们就是习惯要这个样 我们就是熬夜跟晚睡 是 没有错 如果说你们喜欢晚睡的话 要记得就是 也不要 就是睡前滑手机 因为会越滑越晚睡 因为越滑会越兴奋 都有滑 都有滑 晚睡前在盖睡 是 而且谁是越滑越早睡 所以建议就是可以听听心灵音乐 我是听中家音乐 对不对 然后再来入眠这样最好 好 那这是从生肖来看 但如果以星座来看 好 天啊 我这要讲 因为我就是最怕的那六件事 对 那里面最后一个是 我是天秤座 对 我是天秤座 天秤座惹谁了呢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们天秤座呢 所以我应该下次 也不会再出现在这样 很有机会 好 那我们第一个 就来公布一下 我们金融年健康运 比较差要注意的星座 那第一名的话 我们给五个的天秤座 是所谓说 因为今年我们的木土都是在我们的天秤的这个恋爱子女公围 好 那就是说你会为你的这个子女劳心劳力 会有很多的课题是在这一块 所以你会非常的忙碌 以至于你的情绪也会比较焦虑不安 而且我刚刚有提到说 水星逆行今年2021年都是逆行在风向星座 所以说风向星座首先就是先受到这个冲击了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忙碌 然后沟通鬼打呛 所以就让你非常的焦虑不安 那会建议五哥要多多的运动 譬如说慢跑 强化心脏 第二个是巨蟹 第二个是我们的巨蟹座 所以如果你太阳上升 我们一起同论 是所谓的这个救急复发 新年开运五皮包 用的方法尽能增加财运 第二个是我们的巨蟹座 所以如果你太阳上升 我们一起同论 是所谓的这个救急复发 所以说如果巨蟹 你本身比如说有些复刻的问题 或者是说有一些生殖系统的问题 或是说你有过去的一些影集 那你这时候一定要在2021年 加强的去保养它 最好就好好的去做个健康检查 有什么老问题老毛病 你就去根治 不要拖 再来第三名的话 我们是要提醒一下水瓶座了 那其实水瓶座应该是2021 我颁给它是第一名最航的 所以如果你太阳上升 有上榜的话都算 那所谓的身心过劳 因为2021年大家都指定服务 要找水瓶座 那水瓶座一直在转型当中 应该说整个风向星座都在转型 因为我们也机会看到这个 风向星座天平座的五哥 搞不好就出唱片了 或是跑去演偶像剧都有可能 因为正在转型当中 就会想要再杀出一条雪路 让自己能够发展得更好 然后华力蜕变 以至于水瓶座会升星过劳 所以免疫系统一定要特别的去留意 这是我特别提醒这三个星座的 另外给大家做参考 健康当然最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也希望 像去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就是没有搭上国内台股的列车 然后觉得说心里面一直很乎 就红树青这一类的 那妍莉 现在看起来的话 那如果今年 在所有的财富或是财运各方面 可以提供给大家觉得哪一块 你觉得大家可以多琢磨 好 先给大家第一个小结论 刚刚小茂老师说8月9月 可能会有股灾还是回答 波动 波动很正常 那就是涨多才会波动 涨多才会回答 所以一定会有回答 那就是呢 行情如果上半年涨得比较多的话 特别是我想 第一季是一个所谓的作梦行情 第一季涨多 那第二季呢 大家一定会有一些修正跟整理 那第二个结论是 2021年今年的选股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大胆预言 今年只会涨两大族群 第一大族群就是半导体 第二大族群就是电动车 那跟这两大族群没有相关的类股 我觉得今年会比较辛苦 电动车比较有意思 电动车它的题材其实蛮丰富的 我把它做一个比喻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开电动车 电动车它终极的目标就是自驾 自动驾驶 然后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个大型的iPhone 什么意思 你今天开电动车 你坐上电动车 电动车可以提供的所有的功能 都跟大型的iPhone 就跟现在的iPhone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到时候你坐进电动车之后 你可以唱KTV 你可以在那边滑手机 而且是大大的萤幕 然后你可以玩Game 你可以跟国外的人视讯会议等等 我觉得这都不稀奇 最稀奇的是我两年之前 我看到Tesla的执行长 他曾经说过一段话 我那时候觉得他超糊烂的 我就觉得这个人只会炒股票 他讲什么 他说我的人生的终极目标 就是我要发展Tesla 让它变成 我搭上我的电动车之后 我脑袋想什么 它就会载我到哪里去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你不用讲话 你不用租任何的地址 你脑筋想的 他就帮你带到任何的地方去 确实唬烂 确实唬烂對不對 可是人家股价就涨到800多美元了 修理了一堆对冲基金 所以其实 不管是半导体或电动车 它其实加总起来 因为电动车一定要用到的 就是半导体相关的零件 总结起来 台积电会是最大赢家 OK 你的结论还是回到台积电 那如果讲说在2021的金流年 以生肖来讲的话 哪一些生肖在财运方面 会是比较好 那当然也要祝福你 OK 小范老师 拿几个 好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属基的 属基的偏财运很旺 而且蛮有机会会中到乐透 或者呱呱乐容易有中奖运 等一下 我们这里面两位是属狗 我属龙 姚醫師属属 属属 是刚才前面那就算了 没错 听这个好了 好 那老师也建议是说 如果说你有中到 譬如说像乐透那一种 一定要去乐捐 要不然多半我看到的 就说很像中乐透的人 之后效果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那第二个就是属猪的 贵人运很多 譬如说你今天看节目 就听到像艳姨姐 或者是像五哥的节目 听到哪一档股票基金 你都可以去买 一定可以用钱滚钱 第三名要恭喜是属老虎的 为什么因为虎吃牛 所以 因为这也是牛年 所以代表说你的口服运很强 而且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投资一些 股票基金的话 趕快 趁现在有一些股票 蛮低档的 你可以封第一家 一定可以让你用钱滚钱 是 小白老师你不简单 你讲的最好的几个 我们再做四个都没有 都没有 好 那如果以星座来讲的话 哪几个星座 在金牛年的时候财运最好 第一名我们送给摩羯座 姚医师 对 姚医师 欢呼 身价看 这个一定是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说 我们土象星座在2021 都是在职场上会正级 然后建立首席地位 所以这个正财运是非常旺的 所以是恭喜摩羯座 第二名我们送给这个 天降横财的巨蟹座 偏财运旺的 偏财运旺的 偏财运的还有属于说 因为我们也是属于说 共同资源公位 所以譬如说你可能会有 干爹赞助 金主投资你 或者是说你想要做什么行业 做什么事业 都会有人抠这些通路 资源 又来帮助你这样子 或者是说就是走路 你不是踩到狗屎 是踩到那个中奖的发票 百万一起跳这样子 我们的恭喜巨蟹座 第三名我们要送给我们的 属于这个贵人代财 所以说这个贵人就在你的身边 你可能会发现说 以前就会看他不顺眼 现在越看好像闪闪发亮 对 那这个时候 就要靠他近一点 财神也要报一下 会帮你人脉滚前脉 那些小五哥的话 天平座呢 天平座今年投资运特别的好 真的吗 对 所以可以禁管的这样子 对 我们还有小范老师说是 你看 没错 小范老师说是吗 我明年还可以再来 真的喔 天平座要属龙的更好 加在一起 对 你看看 所以我们下次可以一起 明天再来一次 自己敲通告 两位是要敲通告 变通告 OK 其实你知道 对我们 对台湾人来讲的话 你听到这些 当然大家情绪会好一些 但情绪好 也代表你自己要多琢磨 包括相关一些的功课这些 但我们刚刚讲到 包括健康 包括财运这些 其实很多观众会在乎说 我今天的感情怎么样 包括桃花怎么样 很多会是这样 如果讲到桃花 小范老师请问一下 是 属狗 属狗的要特别小心 会遇到怪咖 什么意思 如果待会露营 回去之后有没有 如果说遇到 那什么进程车司机 上车有没有 他如果载你去你家 你要特别小心 或者是你走在路上 有没有 如果有人对两位淑女 吹口哨 你要注意 她们不是喜欢你 是遇到那种变态 或者是遇到那种 很奇怪的人 所以两位要特别小心 属狗的 真的 这个烂桃花 这明明就是厄运 是 对 总有桃花的吧 真的是桃花 真的好的桃花 有三个 第一名要恭喜属猴的 在今年桃花运 非常地旺盛 对 会有一夜激情 有好 一夜激情 叫桃花非常旺盛 没有 就是说 搞不好仙人跳之类的 不是 就是说 很像很多人 会想要贪念属猴的肉体 而且在我来看属猴的人 你要特别小心 我怕你会付出太多真心 对 那 再来第二名就是属龙的 嫁入豪门 对 属龙幼女嘛 对 是 是 是小龙女 但是豪门不见得是好的 是 就是有些豪门也是很辛苦的 那像我一个案例就是说 我一个客人 对 他其实没有钱 可是他嫁入豪门 他就任一个干爹 对 当那个干爸爸 然后就因为用干爸爸来嫁入豪门 所以他结婚的时候 他亲生父母都没有来 是干爹去 是 是 是 就是为了进豪门 然后先攀龙附奉一下 是 是 是 对 这样子未来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也不会好过 我看后来是蛮辛苦的 那如果说属龙的男生 在今年的话就是 比较容易有没有 就是烂桃花都驱散了 就是说五个如果说 有人喜欢你 以前有纠缠你的粉丝 有没有 通通都会退掉 那第三名要恭喜的是属鸡的 告白成真 如果说你心中有想要暗恋的人 在今年你就大胆地去告白 是 然后只要你跟他讲 说不定 你们两个人就很有机会在一起 OK 除了大家讲说 生肖这些在健康财富和桃花以外 我们一般来讲在大过年的 都会讲说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开运小物 是 可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一年以来都能够顺顺利利的 是 小范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开运小物 有 可以提供给大家 究竟金牛年有什么开运小物呢 小范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开运小物 可以提供给大家 有 像我觉得今年最好的话 是用大象 大象 为什么 因为大象有没有 它可以镇压牛 所以顿位越大有没有 你的运势越好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红包袋 是 然后这红包袋可以画这个牛 是 然后呢 这红包袋要摆在哪 放在床的下方 是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助你扭转乾坤 记得喔 旁边要写扭转乾坤 要写你的名字 像我叫吴彦竹 然后80年2月3号 对 这样吗 是 所以你要记得 你不要写到别人的名字 那这样就不准了 钢铁章就不准了 对啊 对 那这样是不准的 所以这个红包袋 然后写名字 然后这些摆在床底下 没错 那艾斯有什么建议吗 我今天只是带颜登里面的 那一个金元宝 那颜登的话 其实自在就好 像颜登有很多设计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小山型的 然后呢 它有很多 譬如说像元宝型的 或者是有金字塔型的 所以有很多 你只要觉得它能够为你大家好 因为你看了它非常的顺眼 其实你就可以买回来使用它 如果你的话 你会有开运小屋吗 有啊 因为我其实大家都说 我们高学历怎么会迷信呢 但是我几乎是逢庙必败 这样吗 就是行天宫啊什么什么 我只要我看到庙 我就进去那个拜拜之外 然后因为牛就是象征牛市 所以呢我今天有带照片来 就是我到世界各地去玩 只要看到牛的造型的 不管是玩偶啊雕像啊 我家好多 那我就先拍了两个 右边这个是我在西班牙买的牛 然后左边这个是在瑞士买的母牛 有命运老师有跟我说 位置就是放在 他有指定我某一个财物 他说千万不能够放在厕所 然后也不能放在一进门的对角线 那我不知道原因了 好因为我不是命运老师 好那我就 反正你就照做就对了 对我就照做就对 然后我们家非常非常多支牛 那这也会提醒大家 提醒我自己就是说 其实比较不要随便乱做空 你看到牛牛就是那个多嘛 就是股市继续走多 那如果是放熊的话 熊就是走空 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 吉祥物放在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是在家里 你会觉得比较心安 OK 那苏青呢 我觉得每年啊 尤其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做的 就是我有个习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要比 找比你有钱的人 跟他换钱 就比如说你有一张一千块 你就跟他换一千块 把他的财运 分享一些他的财运 所以我就会 就碰到郭台铭的话 就跟郭台铭换就对 如果我有机会遇到他 我一定会跟他换一张钞票 就是你用换的方式 那通常他很有钱 他也不会换 他就直接给你 没有 我觉得重点是在这 对 然后像我就是 把他换来的钱 然后放在 像这个是他们那种 有加持过的做那种 那就放在自己的皮夹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 心理作用 就是我常觉得是 人想要去求财 你才会认真求财 所以这些仪式 只是表示说 你真的有认真的想要赚钱 所以自从我施行 这个仪式以后 比我光光待在自由时报的时候 收入是好许多了 尤其是最后针对疫情的部分 要不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提醒大家 基本上这种病毒 它就是狡诈多变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敌人 不是只有靠指挥中心 或是医疗团队 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些改变 你可以把你的手维护干净 有很多方式 现在干洗手的东西也很方便 环境的消毒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这一类型的病毒 它的传染途径最多比重 还是在接触传染 那再来就是说不要恐慌 因为说实在的 天塌下来不是我们在顶的 所以事实上 我们不要看太多恐慌性的资讯 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紧张的状况 当你恐慌或是你担心或是你害怕 你做出来的事情就会离谱 OK 好 那其实今天大家松了一口气 是终于要送董勒林跟子 那接下来迎向金流辛丑 那刚才来宾所提供的 包括不管是在财运 健康 还有爱情桃花方面 希望对您来讲的话 多多少少 会在未来会有一些 好一些正面的期许 OK 那不管怎么说 希望未来年最重要一点是 大家平平安安 健康的康高 顺顺利利 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真正有词》 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